在1月13日黑色星期五的聚會中 前中央地獄大學所所長林超中 提起紅爐江老師開會時 聶木養神其實是傾聽與分析 然後發言一陣劍血 我想黑色星期五這個傳統 當然大家都知道是紅爐江老師 從銀果帶回來的一個大家聚會 大家一起沒有不拘行事的聚會的這種 一年一次的機會 這幾年 過去就已經辦得非常熱烈 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概停辦了 我印象中應該停辦了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今年剛好現在疫情解封 稍微解封一點 然後又恢復舉辦 又剛好是我們的算是創辦人 紅爐江老師 今年就是過世 那我們大家一起利用這一次的聚會 也等於對他一個懷念 對紅老師過去 大家跟他接觸的一些經歷 過程提出來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是有點特別 是因為紅老師的關係 因為 我們那個主辦人 那個優哥 給我講說三分鐘 我說三分鐘我就講三件事 那因為我過去跟紅老師有一些互共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早年大概就是 因為早期參與那個 核能電廠的核能匯料的選址 最終處置的選址 那記得有一次最連續的 持續的在辦理這個選址的作業 那有十五位委員 聯繫開了七十幾次的會 那時候還沒有週休休日 利用星期六的上午下午 那麼一整天開兩次會 一共開了七十幾次會 那我是委員 那洪老師也是委員 那當然土木系還有 顏青蓮顏老師 還有那個葉超雄葉老師 還有很多的 包括色金方面也都有 那大家一起在想辦法 要找一個適當的地方 處置這個用過荷蘭料 那剛好這個機緣啊 我對洪老師認識就比較深一點 因為他剛好 我們兩個剛好坐隔壁 台灣的時候都坐隔壁 那洪老師就會經常跟我 討論台灣的地址問題 那也有一次啊 他就跟我講 拿來一張這個 岩石薄片的照片 就問我說 這是什麼岩石啊 這個藏石是什麼樣的藏石 哪一種藏石啊 原來他買了一台 一部這個 岩石的顯微鏡 那個天光顯微鏡 那他 還得報道 我錄起來了 我錄起來了 對 好 OK 我先講